對啦 這樣 妳姊弟妳的姊姊男爪 她幾歲了還十到 她做什麼好奇怪 妳媽媽那一家牌不會放上頭 妳找小鮮肉溜暖的事情她都不告訴我 也是啦 我罵她的喔 就算我要低調也沒辦法 但是媽媽開始覺得很意外 因為妳的構成這麼單純 不要說白白這件事 說孩子先好了 我想說妳應該是會找一個 構成比較穩定的男人 想像那種 讓人當作公主的感覺 想不到妳快點幫我找一個小鮮肉 嗯 是啊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不過我聽說 妳家子平人的差八歲 這樣妳的溝通 這樣會有問題嗎 不會有帶孤 爸 我們家九翁而已 我怎麼會知道 為妳媽 不好說 可是說妳 如果真的我都找到妳自己的幸福 媽會帶妳很高興 不過媽媽 還是比較希望妳可以找一個好的對手 結婚 生孩子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這樣媽對妳 這麼會一直有一種 抱歉 主持人家的感情 媽 妳是不是在煩惱 怕我沒辦法走走 我跟高峻山那大婚姻 怕我對婚姻恐懼症 太久 妳一定會叫做 妳一定會不認識 妳一定會想到 所以妳一定會勇敢 去對婚姻 妳真的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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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媽 雖然我真的想要做 做獨立的女性 但是我的心裡 還是很粉紅光的小女人啊 我也就是要對求 受於我自己的愛情 放心啦 這段我的定性交往 你的意思是這段 你有怎麼結婚嗎 沒有啦 子萍還這麼小 我工作也剛開始而已 不想到那裡去 不過你也是要太清楚 畢竟你跟子萍兩個人差八歲了 女生的新知年齡還比較完熟 所以你們在想發生 想要愛 一定很不一樣 怎麼說啊 很做 你看 還有兩個孩子有沒有 一個剛出席 一個差不多八九歲了 他們兩個就 參想你跟子萍一樣 子萍要讀國學的時候 你差不多要讀國中大學了 他如果要出社會 你就差不多已經到 或是生孩子的年紀了 這種的差別 不管是在年紀 才是心裡 因為我都不會有改變 家主說你現在想要結婚了 不過他想要拚手 如果這樣 你是要繼續等他 才是你要再拿錢出來 吃個小人家 你有想過這個嗎 大家 愛情是甜蜜的 婚姻是現實的 家家 我們女人的青春是悠閒 你一定要考慮得很清楚 我真的覺得你很厲害 每次說話 都可以說到我的心裡 是嗎 還是啦 我現在的年紀 還要為了愛情幸運 我已經失敗過一次了 我知道自己要在什麼 你不用替我擔心 雖然媽不是什麼愛情顧問 不過也吃到這個年紀 所以你心裡頭 如果有什麼地方 來不聽做你來找我 媽一定會親到 看你嚴格把握 知道嗎 謝謝 謝謝